纳维莱特水下实际太美了 莱欧斯利实战演示 狐人武器确定长柄三卫星 BUS实际巨帅特效都冲到怪身上了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消息吧 首先是纳维莱特 莱欧斯利专武上手效果一览 感觉纳维长高了 莱欧变矮了 莱欧的感觉好怪 这是把飞迷你的头盔拿来当武器了 而且他这机械设备旁要是飞到两边的话 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简单总结一下武器效果 两个都是掉血增伤 对其他角色都不太好触发 仆人在游戏文件里被发现是长枪 Mero舅舅也发文表示仆人使用长柄武器 这下不会真是火神鹤吧 说实话单身剑真没长枪帅 两把鸟枪能用上就好了 4.1活动赠送法器 给4.1俩新角色 散兵可力都能用 但都是将就水平 主要充能副词条太拉了 另外4月1日会送十连 但未来特零命和一命时机演示来了 对比先明 可以看出一命是给了霸体藏打断 这个一命如果时装 那简直是最值钱的一命之一 直接解放钟离 然后绑定定服 感觉和葡萄有点像 都是一命较为舒适 一命的话很难玩 必须绑定钟离 水中的水龙王时机一览 入水那一刻真是美晕我了 两个须须像耳朵 有点可爱 水里游石的后摆 好像人鱼 果然那围这一身流线型的衣服 就适合待在水里 水中的莱欧时机一览 男角色一套动作 水下体验真的很好 下前上浮 前进加速的动作都很自然流畅 风景音乐也好 做完主线这几天都准备抛在水下 那为带机会改变天气与附着水 这才是真正的水神吧 话说第一个龙就这么排面 阿佩浦和若驼这俩老东西 打赢复活赛后得是什么特效 我都不敢想 4.1地下监狱时机一览 说实话不是很像监狱 监狱早这么复杂 哪天发现囚犯 突然少一个感觉都是正常的 这监狱感觉专为越狱而见 像个黑暗工厂 貌似我呀被那位莱特击败后 就被关在这里 能不能看到压压采缝纫机呢 3.1 新boss时机演示一览 分别是雷海马 boss 鱼人中双一人和风一人 说实话 这boss的设计我很喜欢 原神应该在风单 搞个坐骑系统 尝尝些 两个女鱼人中 真是又帅 技能又多 特效又好 这是把特效都冲到怪身上了吧 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